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宜了 然后呢 这个美国买了多少年都够了 然后这一会儿俄罗斯负责 好 他说我看你小子是不是真有对中心 你把这个合成的这个病毒合成的这个证据给我拿来 咱们一块往死里干它 所以将这个这个意大利也说了行 我也得找他要 我现在先先先放风 先喊一嗓子我也要 我也要要 你没办法说 所以北极熊和印尼是现在已经是永远都会不会成为这个中国的朋友 他马上就背叛了 还有一个三胖 他两头吃 他最后他也会背叛中国 他两头吃 他还是会背叛中国 他会站在美国这边 他们一个北极熊 一个阿瑟 一个三胖 他那个跪舔 那个吃相更难看 他那舌头都好几米长了 舔啊 所以你明白吗 所以现在就像一样像巴铁这样的国家 他都 三胖这样的国家 对 喂不受的白养 他都不会成为中国的盟友在这个时候出卖 或者中国 或者是跪舔到美国去 因为你跪舔到美国去 你就等于背叛了中国 所以你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所以最后看到中国一个朋友都没有 一个朋友都没有 包括越南他更不会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一看都那个 但是趁机还干了一件什么事 美国 最近就是从独裁走向民主的一个框架 一个那个东西 他现在提交文字上的东西 提交到瓜伊多那去了 你知道吗 因为已经邀请瓜伊多作为总统 到美国去 已经开会了 然后呢 直接进马斗罗 马斗罗不下不是 我怎么还要抓你呢 你知道吗 抓了还要宣赏 有的是人 一千五百万美金 有的是人出卖他 所以你看他其他的部长就乖乖地投降了去出卖他 所以这桌是狠狠的 你知道吗 让你们自己去咬自己 吹瘦来 所以呢 我真的不希望 我真的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这个世界都疯了 老百姓在考虑了怎么样能多拿点工资 怕低工作 存点迷 存点面 我们就是这样的哈 我们是小家子 然后呢 大家可这时候在疯狂的倒啊 你知道吗 狂甩油的 狂买油的 这个时候其实是国家发财的时候 你知道吗 所以说有的人会发国难财 普通百姓 其实国家也是也一样 战争和瘟疫什么都会有发财 他也会 你给我点那个 我给你点这个 跟咱们指甲锅肉是一样的 所以北极熊这会儿吧 真的是最恶心 所以他得了这个 也算是他的报应 所以他终于得了 不让我说 不让我说 最后还是知道了吧 是不是 被我这个皇帝长个兔耳朵说出来了 好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以后继续再给大家分享 还有一个就是英女皇 今天讲话了 他呢 因为白金汉公公 那里边很多人得了 你看重要人物都得了 然后那里边很多人开会 什么内阁什么那个都得了 这个名字太复杂了 这个我还记不住意 那他为了安抚这个民心 不希望乱 所以这个没办法 这个女王冒着这个风险 因为他年龄毕竟太大了嘛 出来很正式的讲话了 出来很正式的讲话 然后这个威廉姆王子和这个 英国公主一起来执政 先战时 没办法 因为奶奶和爸爸都一下子得了嘛 所以呢 首相又得了 所以她没办法 其实她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 她是挺单纯的 然后呢 她也没办法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英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的新西兰是 英联邦国家 所以我们要效忠英女皇 我们去入籍的时候宣誓的 所以我们上帝祝福英国能够 化险为一灾难 略过英国 让这个国家不会因为灾难 而有什么 因为不因为病 瘟疫而有什么 这个更大的动荡 希望她能够国台民安 好 上帝祝福 US上帝祝福 所有的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正直善良的人 好 谢谢观看 不要忘记订阅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